小表妹我治不了了 节哀顺变吧 小表妹救不了了 小表妹没救了呀 啥病那么难治呀 连小粉丝都邀请我一起去帮忙治病 治疗表妹 先想办法进去吧 没想到有一天 我也能来治疗表妹 我们的目的是消灭各个部位的病毒 让它们变成正常的细胞 最后消灭细菌大王 看着表妹都哭成这样了 仔细找找旁边的水池找到开关 这水池是表妹哭出来的 都可以养鱼了 哎表妹的嘴啥瘦开了啊 这是表妹的口腔 可真臭呀 里面全是昨天吃剩的饭菜 还有猪牙 帮它清理清理 这个猪牙还得用专门的稿子工具清理 太黑了太黑了 跟我的猪牙有的一瓶了 嗯这下干净了 接下来我们得上头了 哇上面好多的发烧病毒 得把这些发烧病毒给杀掉 让它们变成正常的细胞 再找找 哎呀这地方怎么全是炸弹呀 这看起来是小表妹的心事 小表妹的心脏估计不太好吧 得清除这些炸弹 不然俱练运动的话很有可能 点着这些炸药桶 小表妹 你可得好好锻炼了 旁边还有一个心事 里面都是水 还有一个箱子 这应该是正常的吧 走了走了 这里的病毒清空了 我们也获得了钥匙 可以接着去肺部了 先把门打开 哇 小表妹这是感冒了呀 这里不仅有感冒病毒 还有肺病毒 这些病毒可厉害了 我看病毒没清完 我可能就要先死了 赶紧吃点面包 补充补充体力 这些灰色的星光包子 都是身体里面的废物吧 这个红色的星光包子 应该就是小表妹的肺了 可千万不能减错了 别问我为什么 又把这些废物给拿出来了 因为小表妹的胃 实在是太高了 我们压根就过不去 所以只好把这些肺料 重新堆在小表妹的身体里 给我们建起一个通往胃的桥梁 没过多久 小表妹的身份身菜 都被我们堆在肺里面了 实在是非常对不起 但是为了到达胃这一关 我们也是费尽心机 天呐 胃部的病毒更加的厉害 小表妹这是把厕所 肯德基和麦当劳 都一起吃进来了吧 这病毒打起人来 实在是太疼了 救命啊 小表妹 我也治不了你了 节哀顺变吧 太捏了 太自然了 就得 react